先言陈美莲他争取克尼布部落多功能集会所的新建 还有针对文建站的困境以及同理部落观光策略 和社会安全网防暴建制等议题提出的建议 先言陈美莲表示 秀林乡全乡只有和平村 克尼布部落没有设置部落多功能集会所 希望幸福能够进行规划来协助部落新建属于自己的聚会空间 另外针对文化健康上困境 同理部落观光以及社会安全网防暴设置也提出多项建言 我今天咨询有四项 第一个就是争取和平村克尼部落 新建多功能集会所的议题 而且在刚刚咨询的过程中 其实县长针对这块地 他有很多的一些建议 也希望这个用地未来是能够多方面的多功能型的 那还有今天我有讨论的议题 就是有关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站的困境 其实它就是空间使用 还有就是它的业务费的不足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不错的一个回应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原住这里 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在文件站的关心 跟他们在现况能够多做一些补助 那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重点 就是大同大理部落行不行的部分 那因为之前的一个新闻事件 所以今天我特别把这个案子 把这个题目来质询 我也希望我们未来在大同大理市 一个在花林县的观光的一个亮点 所以我也特别把它提出来 从他民宿要合法化 其实未来要怎么推广这样的一个观光的行程 那最后呢 我大概就是我这里比较 常常我在办公室或者是在外面 常常碰到就是社会安全网 家庭暴力紧急事件出狱的问题 还有这个社会安全网的建制的部分 这个其实在家暴 在我们原乡 其实是常常会有人来申请 而且我们常常看到的例子 所以针对它的紧急出狱的部分 其实是我比较关心的一点 那当下发生的时候要怎么样的一个分流 怎么样的紧急的处理 还有未来我们在社会安全网的处置的部分 针对家暴这一块 我也希望能够 县政府能够多用心 不管是在福利地图 不管是在它的所有的这些 相关的一些单位 都能够全力协助我们这些家暴的家庭 现在学生表示 设置部落聚会所县府会 进行整理性的规划来协助部落新建 文化健康站同里部落观光议体和安全防护网建制 也会配合地方来召开会议 共同来守护部落每一天的家园 记得终于华世伯老